經濟部七月底宣布 只要車款原型來自中國 不論是自由品牌入資 或合資的品牌車廠 在臺灣生產銷售 都要達成第一年百分之十五 第二年百分之二十五 第三年百分之三十五的 國產零件比率門檻 新智上路受到熱議 我覺得這個政策蠻好的 它對於我們整個汽車 相關的產業都可以有所帶動 我覺得政府還是要有 比較完整的配套 那如果你是 就是一味的提高自助力的話 萬一成本增加了 反應在車架上 對新智民眾各有看法 而分析師認為 這項政策的推動實在必行 但應給予產業一定的緩衝時間 因為前陣子帶動一個熱銷 但是它主要的零件 還是從中國來進口 所以它會直接衝擊到 整個的汽車零件的 內交的一個表現 那我們可以看得到 整個汽車零件的銷售值 差不多一年有兩千五百億 到三千億之間 而內交比重差不多有四成左右 所以衝擊到的可能 未來來講的話 可能會有到一千兩百億的 這樣的高額幅度 所以政府在以提高的 汽車零件的國產的自治率 提高這塊的話 是有它的必要性 新智八月一號已上路 且溯及既往 專家認為需要相關配套措施 對國內汽車產業競爭力 是否有幫助 還需要時間來檢驗 TVBS新聞綜合報導